接着来看社会新闻 沙拉越古镜今早发生了枪击事件 地点就在三马拉汗的大马皇家空军基地的保安庭 一名空军人员不知何故 突然开枪射杀了三位同僚 接着再吞枪自我了断 共有四人死亡 今早7点15分 华裔空军下市 突然闯进三马拉汗的大马皇家空军基地的保安庭 手握一把枪 恐吓正在执勤的同僚 想活还是想死 虽然在场有人试图安抚他的情绪 但是 还是开枪射死了三位同僚 然后吞枪自尽 警方接到投报后 马上赶往现场 四具遗体从中午12点40分起 陆续送到沙拉越中央医院太平间 三马拉汗警区主任苏迪曼发文告说 其他三名死者分别是 墨哈默一山下市 露纳斯里上等兵 以及沙里夫西迪下市 大马皇家空军也证实发生了枪击事件 强调案件已经交由警方调查 皇家空军也会成立调查小组 鉴定噪音 并促请各造 不要胡乱揣测 根据报道 已婚的凶贤 露纳斯里本来自古静伦勒县 在空军服务长达10年 他在三马拉汗空军营地服务之前 曾在彭州干丹空军基地服务 案发时 嫌犯还处于隔离期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同志 毕竟 倒 本 非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